光是南河派出所才撤后 就发生了11件的事件 那另外还有报警未列案的加勒医院 病患外出滋扰事件 评农县议会县政总质询时 月球女议员要求县府可以恢复 来一厢南河派出所原本的工作勤务 今年陷阱局因应上班新制 将部分偏远直诉所执行联合扶刑 包含南河派出所 但居民认为不妥 除了南河是来一厢人口最多的村 距离联合勤务的来一分住所也最远 根本无法及时应变 报警来到我们村庄都要三四十分钟 如果真的发生了逗殴 或者以及偷窃 或者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紧急到这边来都已经事情都已经过了 或者已经发生完才应变 南河派出所现在晚上十点过后 就会拉下铁门 甚至有村民反映 白天驻守远警如同虚设 跟远警报案还请民众去找村长处理 民众对治安没信心 7号由月秋女议员发起的连署 有超过500位村民参加 昨天出席的村民都蛮踊跃的 也都大家都对这个案 这件事情都很支持 也都很鼓励我们恢复我们派出所 因为部落的安全还是要仰赖一些公权力来保护我们 事实上这一部分并不是在我分局的确设里 我们还是要报到县 这个警察局去6月20号 我们最近可能会有一个人员的统调的问题 打以后由警察局我们的上级机关来这边去考量 看是不是同意我们这样做 潮州分局表示已提出勤务规划 尽量符合在地民众的期待与实际需求 不过最后还需陷警局及县府的核定 才能正式实施 原理新闻巴朗 评论来意 尝不到